有一位香港青年在台灣念書 而且因為愛上台灣 還在台灣開了一家 有台味的青年旅店 帶你去看看 六個大男孩大女孩 繞著手足球機台 玩得不一樂呼 別力操著廣東話 原來是來自香港的朋友 如此熱鬧的氣氛 時常在這裡出現 這不是漣漪社 不是休閒會館 而是一間特色旅店 年輕老闆穿著藍色素襯衫 融入客人群中 他叫林維源 這裡是他的漫步旅店 在我生命裡面 住過最長時間 就是香港跟台灣 台灣就是台灣讀書 香港就是出生的地方 然後兩個地方我都想做 只是一個機緣 然後讓我找到這個地方 對 所以我就選到台灣 我覺得我在兩個地方做都可以 就是台灣很值得 讓外國人知道我覺得 七十一年次 來自香港的林維源 開玩笑說自己是半個台灣人 曾經在台灣讀大學 經過四年洗禮 讓他愛上這個地下人愁的寶島 離開學校之後 進入旅行社工作 投訴過世界各地的青年旅社 始終覺得欠一味 其實我們提供就是一個家 你家裡有什麼 這裡就有什麼 對 你可以煮飯啊在這邊 對啊 就是真的一樣 他們來到這邊就覺得 回到另外一個家的感覺 甚至讓他覺得 比他家還要好 對 他就會想留在這邊 兩百坪的旅館 大廳就有七十坪 佔據三分之一 像個小型聯合國 黃皮膚的東方臉孔 中髮碧眼的西方人 還有膚色有黑的朋友 亞歐美再次會流 歐洲遠一點 可能是濱南 瑞典 羅威就是 有 然後墨西哥 那個玻利維亞 然後還有很多我沒聽過的人 想像不到會遇見什麼樣的房客 這就是青年旅社的魅力 沒有豪華房間和備品 就是簡單的上下鋪 素白的床單 枕頭和棉被 沒有電視 沒有按摩浴缸 因為來到青年旅社 享受的不是高級設施 而是無法預期的驚喜 從馬來西亞來的 然後在網上搜尋了蠻多的 然後最後就看到這裡的評語 Ranking蠻高 然後想到一個人來運行 就想認識一下不同的朋友 然後今天就有幸運的 認識到他 那你從哪裡來 我從內地來 湖南 挺舒服的 然後又能教室到朋友 像我們這種 一個人出來玩的 是最適合住這種地方 兩位姑娘家鄉相距 將近三千公里 兩人卻在不到三小時的時間 成為了朋友 這就是林維媛想做的事 拉近遊客之間的距離 同時她也想拉近 遊客和台灣的距離 漫步旅店原本是間 四十年老旅館 位在西門町周邊 三分之一的背包客 都選擇在此落腳 這也是林維媛 向重這塊地點的原因 旅店的室內空間 處處充斥著台灣意向 一進門醒目的落地黑板 畫著台灣捷運路線 和周邊景點 互動區比較金瓜石 放了一輛採礦車 房間走廊布滿台灣小吃插畫 和書法捲軸 林維媛要讓外國房客 從踏進漫步的第一刻 就感受台味 譬如說她第一次來台灣好了 她怎麼樣把台灣最好的一面 呈現給他們 住的其實很重要 他們一天起碼有八個小時 六個小時在這邊 三分之一的時間 他們來這邊我怎麼 在她住的過程裡面 我也能跟她介紹得到台灣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在台灣頭下創業種子 每個月三分之二的時間 都住在這兒 觀察世界各地的訪客 遇見客人就聊上幾句 套客和熱情是林維媛 在台灣讀書學會的兩件事 也是她開旅館最在意的兩件事 有的時候她會覺得跟客人互動很重要 那不能一直坐在電腦前 那她就會跟你說 因為我們這邊是清潔旅店 那我們注重的是跟人的那個互動 對啊 那就是希望我們不要太專注於電腦上面的事情 那有空的話就要多起來跟客人聊天 這邊有賣Sony Sony 看到Sony就這樣 哈囉 觀眾朋友好 對 我訂過房間 好 一定要互動 一定要跨出櫃台 這是林維媛對員工耳提面命的部分 要讓客人感覺來做客 而不僅僅是投訴 休息區牆面 滿滿都是房客的感謝留言和合影 成立剛滿一年的漫步旅店 靠著口碑 每逢忘記總是一床難求 跨聯的時候是12月底的時候是 幾乎我覺得是台灣最滿的那幾天 對 因為台灣的跨聯很出名 在101上面放煙火 對 所以應該現在已經有人在訂跨聯的房間了 聊到快點我們訂的差不多了 我們快就是快客嘛 一個床位500元 從4人房 6人房到8人房 平均一人0.5坪的活動空間 卻從沒人嫌過擁擠 反而累積滿滿人氣 好 我們可以看到不只日本 這個也越來越多香港人愛上台灣了 所以不管民宿或旅店 台灣可以發揮這種像家一樣的 一種充滿人情味的優勢 謝謝您收看 你們的完整齡而言 zo齡 來自然之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